投文字帝的最后一遇 拓海与一辆GT86擦肩而过 一代经典的落幕 承接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投文字帝的续作 MF Ghost来了 该座延续了投文字帝的世界观 时间设置在D计划的20年后 为了响应环保 防止资源耗尽 全世界停止生产 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 现今这些高性能跑车正在濒临绝种 对于这些即将灭绝的车子 日本虽出现了一种赛车运动 就像是献给这些车子的安魂曲 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而且正以超高人气席卷全球 赛事的唯一规则 就只有抓地力重量比平均化 赛事的名字就叫MFG 男主下相 是英国回来的学生 恋对下相可谓是一见钟情 于是赶紧找个借口 回去了房间 下相来到了一个汽车修理厂 准时地按照约定时间到达 续方知道 下相是从英国知名赛车学校毕业的 续方向下相简单介绍了一下MFG赛事 而自己为下相准备的车 可能没有办法让下相在MFG里 留下亮眼的成绩 毕竟很多参赛的选手赛车 都是很厉害的 即使如此 下相觉得能体验到MFG 就很开心了 接着 续方就打开了仓库门 是这辆红色的三踏板燃油车 之前续方就帮下相报名了MFG赛事 下相将会在预赛第七天出赛 刚出来 下相就遇到了恋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手机这么一碰就完事 恋有件事情 拜托下相 那就是想跟下相合拍一张照片 因为有朋友想看看下相长什么样子 两人就这么随意的合拍了一张 恋询问下相 为什么要离开故乡来到日本呢 下相魄力的告诉了恋 来到日本有两个目的 严格来说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来寻找那下落不明的父亲 回到学校的时候 同学赶紧要看下相的照片 卧槽 居然这么的帅 另一边 相叶选手暗恋恋 想知道心爱的七号选手的名字和年龄 但是私人隐私这边无可奉高 于是只能要一个七号小姐下次的出勤时间 这时候 下相刚好过来签名 出来的时候 相叶主动搭讪这个新面孔 质问下相是不是打算参加MFG 然后自己介绍了一下 相叶顺 排名是云端之上的第九名 下相知道相叶 是驾驶日产GT2的相叶 下相十分高兴能认识到相叶 即使在英国相叶和他的GT2也很有名的 下相也介绍了自己 是昨天才从英国回来日本的 而且会在预赛的最后一天出赛 相逢极有人 相叶表示会多照顾相的 以后得要称呼自己为前辈 这是小日子国家的优秀传统 下相立马叫了生前辈 得到满足的香叶 准备带下相去吃日本美食 这款车叫做卡曼 比911卡雷卡还小上一号 听说贝肯鲍尔是来自保时捷培育系统的超级精英 正常来说他应该去参加立马24小时耐久赛的 现在却以第一名的成绩出现在这里 以卡曼的性能讲道理跑不出这种成绩的 这边的牛肉盖饭来了 19岁的下相要比相叶小5岁 之后下相又来找旭芳了 这辆86之前也参加过MFG 到现在都还是维持当时的配合 所以能够轻松通过MFG的验车 当时的驾驶者就是旭芳 年轻气盛的旭芳当时还是个飙车组 也稍微懂得一点驾驶技巧 只是当时的成绩很烂吧 当时跑完终点的旭芳已经浑身疲惫了 旭芳觉得跟驾驶车相比自己 还是更适合修车 旭芳是打从心底喜欢这种燃油车 很快来到了MFG预赛的最后一场 国产车日产GT2的香叶顺 目前暂居第5名 在302辆参赛车辆中能够竞技决赛的 只有仅仅15辆车 这就是神级15人 旭芳的目标就是完成赛程就好了 一套新的轮胎应该可以跑个三趟吧 但是夏向提前打了个招呼 要是自己一趟就把轮胎耗光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边的香叶正在偷看链 谁知被夏向发现了 香叶赶紧解释 自己是来给夏向加油的 香叶认识夏向 就是那天正好在事务局相遇的 而且香叶还请了夏向吃了牛肉盖饭 这世界还真是小 但现在没有时间聊天了 还有10分钟就是夏向出场了 车子就是旭芳以前开的86 香叶给夏向建议 预赛最重要的就是完成赛程 绝对不要撞坏车子 小田园Pike's Peak一圈有40公里 在所有MFG赛道中是最长的 像香叶这种老鸟 都无法完全记住赛道的每个细节 夏向则是已经看过了官方的攻略网站 表示已经完全记住了所有细节 不是数百遍只是三遍 香叶叫夏向这时候就别开玩笑了吧 听好了86的车子马力不是很大 上坡只要用70%的力道去跑就行 下坡就很危险了 尤其是第三季时区 用50%到60%的力道去跑就比较好 只要夏向跑完全程 应该就能懂香叶表达的意思了 好 行开 八十六号車 射箱セーブルに進んでください 次は初出場のルーキーが登場です 八十六号車はイギリスからのチャレンジャー 片桐香奈選手 19歳 可نت 可天 嘘对啥 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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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すごくびっくりした顔になった川 大 二 一 一 八 你 what πει I really wonder what you're feeling